大家叫我求两条平行线L1与L2间的距离会是多少 其中直线L1的方程式是8x-6y-13等于0 直线L2的方程式是-4x加3y-1等于0 首先我们先来复习下两条平行线间的距离公式 现在有两条平行线L1与L2 其中直线L1的方程式是Ax加By加C1等于0 直线L2的方程式是Ax加By加C2等于0 那么直线L1与直线L2这两条平行线间的距离 就会是A平再加上B平 开根号分支C1剪掉C2再加上绝对值 大家注意一下红色的公式 我假如说我要使用这个红色的公式的话 首先我要注意两条平行线L1与L2 方程式中的S项的系数要一样 而且Y项的系数也要一样 这样我才可以直接使用红色这个公式 这时候我们回去看直线L1还有直线L2 S项前面的系数都会是A 然后Y项前面的系数都会是B 所以我就可以直接使用红色这个公式 然后我们看一下红色的公式当中 分母开根号里面的话是A平再加上B平 然后大家注意一下A平加B平 其实就是直线L1S项跟Y项前面的系数分别是A和B 这时候我取出来之后先各自平方 所以是A平跟B平然后做相加 所以我得到是A平再加上B平 然后记得要开根号然后我会放到分母 分子的话是绝对值绝对值里面的话是C1-C2 那也就是直线L1跟直线L2当中的方程式 有没有等号的右边我们都会先拿它为0 这时候等号的左边各自有一个常数分别是C1跟C2 然后我就将C1-C2 但是因为我们知道距离不会是负的数字 所以目前我不能保证C1-C2一定会大于等于0 但是加上绝对值之后一定会是大于等于0 所以它绝对不会是一个负的数字 有以上的概念之后我们再回去看题目 题目跟我说直线L1的方程式是8S-6Y-13等于0 直线L2的方程式是-4S加3Y-1等于0 首先我们先注意一下直线L1跟直线L2 S向的系数分别是8跟-4不一样 然后Y向的系数是-6跟3也不一样 但是我将直线L2的方程式-4S加3Y-1等于0 这时候我在等号的左右两边共同乘上-2的时候 直线L2的方程式就变8S-6Y加2等于0 这时候直线L1跟我后来新的直线L2的方程式当中 S向的系数都会是8 Y向的系数都会是-6 所以这时候我就可以有两条平行线间的距离公式 我就可以知道直线L1与直线L2的距离就是 分母放的是开根号里面是S向前面的系数是8 所以8的平方 然后Y向前面的系数会是-6 所以加上-6刮乎的平方 分子的绝对值里面要放的是 我先看等号的右边都为0 然后这时候等号的左边会一个是-13 一个是2 所以我就-13-2 然后记得要加上绝对值 那分母的话是根号里面是64再加上36 所以我可以知道是根号100 那根号100就会是10 分子的话-13-2会是-15 然后再加上绝对值就会是15 所以我可以知道直线L1与直线L2 这两条平息线间的距离就会是15 然后我约分就会得到3